这无良的业者这名主贤郭烈成 其实他原本并不是从事油品相关行业的 后来他是从好朋友的身上发现 回收这个油可以赚取暴力 没想到他就动了弯脑筋 从事搜水油的载质 半年多来一定有782吨油流入失眠 这次爆发的黑心油总共高达上百吨 夸张的是这些油竟然是出自一个油品门外汉 根据了解主贤郭烈成 原本并非从事质油的相关行业 会开始动歪脑筋 是因为从好友胡信德身上 发现回收油可以赚取暴力 于是他在一年多前设置了地下工厂 向胡信德买进242吨的废油 再出售给号称完全不知情的强冠食品 以1比3的比例制成全桶香猪油 高达782吨的搜水油 就这样流入下油厂商 并不是一个家族的企业 那这一年来他已经获利多少知道吗 目前的数字的话 由于波信主行的部分 是一个地下工厂 所以这个部分的账策 还有相关的资料 还在清查当中 邻居很少看到他 只说郭烈成平时很低调 不过外传他戴金表还开宾室 但是这样的人 竟然付不出十万元的交保金吗 因为是检察官那边 交保十万元交保不出去 所以上本院申请积压 但是本院只把法官讯文以后 认为那位被告 算不到积压的程度 所以一直以五万元交保 去年付费香餐免子油 遭到重罚八百万元 负责人以两百五十万交保 如今再报搜水油 郭烈成全已仅仅五万元就交保成功 受害的摊贩和民众 要向谁讨公道 记者综合报道 在後面的守护 政府哎员 谢谢大家